接着来看的是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以及LLC或者是Partnership来说 在购买健康保险时 究竟应该选择购买个人的健康保险计划 还是应该选择购买团体健康保险呢 有些人是有一些疑问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保险专家对这方面的建议 其实在南加州我们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雇主 那不管说我们的形态是个人公司也好 我们是这个LLC也好或是Partnership也好 那可能我们都只有三五个好友或是几个股东组成一个公司 那我们最近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小型公司呢 其实都是各自在外面买个人的健康保险的 那好处是说比较有弹性 那大家各自去买可能公司来负担这个保费 那坏处是说当我们买个人健康保险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福利的这个内容上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么周全 所以当然如果我是中小型企业 或者说我是LLC也好 或是我是contractor也好 拿1099也好 其实不妨我有三五个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用公司健康保险来做 instead of我今天是大家各自去买individual的保险 那大家可以同时拿两面的价钱来比较 那当我用中小企业来做这个公司健康保险的时候 只要您的这个中小企业公司行号不是说新公司 因为一般很多新公司要买了三个月以后 保险公司才会批准这个policy 那如果已经存在三个月以上的公司 那股东之间呢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计划 那比方说我今天是HMO 那可能我的股东其他partner是PPO 好这个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但是前提是说我们必须under同一家保险公司里面 那我们来做这个mix and match 那人数上呢其实如果很多人都觉得 我公司只有五六个人或是我只有十个人 那这个小公司拿不到好价钱算了 干脆我就买个人 其实大家的印象是有一点错误的 因为在现在的健康保险市场上 您只要有五位以上五六个人以上 其实很多时候可以拿到最好的价钱 可以拿到中小企业的这个市场上最低的价钱了 那所谓最低呢可能比百分之 可能比一般两个人的公司会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很大的差距 所以当我们LOC也好 partnership也好 特别是当我们要好一点的福利的时候 或者说有人开始吃名牌药了 慢性病开始产生的时候呢 那其实用公司健康保险来做 来cover更多的这个benefit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很多时候在我们做公司保险的时候 那您在文件上必须要符合保险公司的要求 所以说如果您有做payroll 这样的中小型公司是最好的 就是说大家在payroll上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投报 如果没有payroll也没有关系 只要本身您的名字是公司的officer 列在公司登记上 在statement上面 或者说是在公司的registration上 那您也可以投报 并不是说一定要payroll才可以申请 所以中小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保险福利呢 可以给两个人以上的公司行号做一个参考 特别是如果说您想要怀孕生小孩 有需要复健心理治疗 在公司保险在这些方面 其实都比个人保险来的周全很多 不妨是您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我会给大家看